欢迎大家来到Colin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看两道算法 分别是 第一道算法主要是关于数字编码的 叫做Alias Gamma编码算法 第二道题呢 关于的是两个轴型的二金之成法的实现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道题 在世界上有很多技术系统 最简单的就是一元技术系统 其中每一个自然数都对应于一个符号 例如如果我们随机选取一个符号是I的话 那么数字7就可以用7个I连在一起来表示 那么在这种 那么Alias Gamma就是类似于这种 我们上面所说的一种一元技术系统 那么这种Gamma编码呢 主要是用来编码正整数的 特别是当要编码的整数 它的上界五把确定的时候 这个编码是具有用的 我们看一看Alias Gamma编码的步骤 首先呢是将N转化成它的二进制形式 并转化成字符串的形式 假设N的二进制形式需要M个比特位来表示的话 我们就将M减1 然后将M减1个0 添加到N的二进制表示的这个字符串的前头 举个具体的例子 13的二进制形式为1101 也就是13的二进制表示需要4个比特位 那么我们只要在前面添加4减1 三个0 变成字符串00001101 那么该字符串就是这个13的Alias Gamma编码了 那么具体的算法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A是含有N个元素的整形数组 编写一个函数 将A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进行干码编码 并将编码后的字符串连成一个单一的字符串 接着编写一个解码函数 输入的就是前面做成的这个连接在一起的这一个字符串 那么解码了之后呢 把这个字符串 把前面这个字符串解码了之后呢 返回的就是这个该字符串所编码的整形数组 OK 这是这个题目的要求 大家可以自己用纸和笔 自己去尝试的去做一下这个算法 那么这道题呢 在算法上实际上设计不难 因为算法的步骤其实已经给出来了 它难的是什么呢 它难的是我们将这个业务逻辑转化成实际代码的能力 大家看到这个里面算法描述似乎很简单 但只要你亲手做一做 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那么工程能力呢 是一个工程师的基本功 良好的工程能力 能够将业务进行分解成足够简单的模块 那么然后将模块的业务逻辑映射到数理逻辑 最终用代码将数理逻辑给描述出来 这就是工程能力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把这个逻辑上的这个思维转换成具体代码的 转换具体代码和具体代码产品的这种能力 这是在我们作为工程师的职业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应该怎么做 首先呢 我们看看实现这个编码的函数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alias gamma inco就是用来去编码输入了正整数n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正整数n呢 先转化成它的二进制的字符串形式 然后在这个字符串前头再加上相应的0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单一这一个输入的整数进行 gamma编码了 上面这一段代码呢 实际上是整个单个整数的编码实现 这一段代码虽然简单 但是在这段代码的实现中 主要展现的是对这个业务逻辑的良好分解 要将整数进行编码 首先呢 是要将整数转化成二进制的字符串 然后通过字符串的长度 获得这个二进制的位数 最后将这个 在这个二进制的字符串前面 加上相应的若干个0 最后再把这个编码完的这个字符串给返回 那么这里面这段代码的编写呢 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算法面试的技巧 就是通过将算法分解后 注重先完成算法的逻辑主体 之前逻辑要留到后面去实现 在上面的代码中 alias gamma inco函数 主体呢 这个主体呢 就实现了整个算法的逻辑主体 那么算法的逻辑主体是面试的得分点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就必须要秉持着分清主次的原则 这个init to binary是均和这个at zero loss to head 是这个算法的字节部分 所以这两部分呢 只要在我们的逻辑主体里面展现出来就行了 那么这个字节部分的代码 代码细节呢 可以留到后面再去实现 那么由于面试的时间有限 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优势 如果面试时间结束时 我们实现了这个 gamma inco这个函数的主体 但来不止实现这两个函数 那么只要我们把这两个函数的逻辑 讲述给这个面试官听 讲清楚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到80分 但如果是我们把这两个字节函数的逻辑实现了 但实现完了之后时间没了 来不及实现这个逻辑主体的函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连20分都得不到 所以分清主次在这个算法面试中是相当重要的 实现了逻辑主体之后 我们要跟面试官解释你的实现思想 然后向面试官询问要不要实现这个字节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一段代码写完了之后 然后把这两个函数要实现的逻辑跟代码解释 跟这个面试官解释 解释完了之后 如果解释的比较清楚了之后 跟面试官去问这两个函数 要不要再把他们的代码给写出来 如果面试官要求你写出来 你再写 如果面试官不要求你写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了 如果你自己主动去写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错误 那么这样的话反而会给自己减分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 OK那么一般而言呢 面试官可能会让你实现前面这个函数的这个具体代码 后面这个加零的这个函数呢 可能就不需要你实现了 只要你跟他说清楚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在面试中减少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init to binary 是怎么实现的 这里也比较简单 首先就是把这个n呢 转化成先转化成它的二进制 然后再把这个二进制转化成这个字符串 OK这段代码的逻辑相对简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add zero loss to head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具体实现了 那么大家拿到具体的代码之后可以看看是怎么做的 这样的话一个一个一个整数的编码就实现了 那么要对整个数组进行编码的话 可以分解成每个元素进行编码 编完了之后将每一个元素编码的字符串前后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对单独一个这个元素进行编码编码了之后 再把编码的结果字符串前后连接起来 我们同样呢 那么大家看在于解码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业务逻辑分解的方式去看一看怎么去实现解码的 那么我们假设字符串表示的如果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数组的编码的话 那么解码的逻辑就可以留下 首先我们要统计字符串头部有几个0 得到整数的这个二进制的位数 那么几个0加1 就得到这个整数的二进制编码的位数 那么去掉头部的几个0之后 剩下的这个相应的字符二进制字符串呢 就是这个整数的二进制字符串的表现形式了 然后再将这个二进制的这个字符串 转换成它相应的这个整形数 于是我们这三步实现了之后 我们整个单字的单个数字的这个解码函数 就展现了如下首先呢 第一步首先是统计这个字符串前面有多少个0 OK那么得到这个0了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通过统计它的0加1 我们就知道后面这个后面多少个字符是用来表示这个整形的这个二进制的字符串的 然后通过这个substream得到后面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这个binary呢就是用来这个binary字符串呢表示的就是这个整形的二进制表现形式的这个整形的这个二进制表现形式 然后把这个整形的二进制表现形式它虽然是个字符串 那么放到这个函数来通过这个函数把这个二进制转换成这个整形 然后再返回来中 大家注意这个函数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算法的逻辑主体 那么逻辑主体呢 这里面get zero loss count和后面的这些呢 这个binary string to in呢 这些就是算法的这个枝节 所以这些枝节的具体实现是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是整个这个函数的这个实现就很重要 OK 因此我们在实现这个函数的逻辑主体之后 再去跟面试官解释一下这些函数的作用 然后问一下解释完清楚了之后 再问一下面试官需不需要我们自己去亲自实现 那么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大家再自己去去实现这里面的内容 如果他不要求你实现的话 大家又可以节省一部分很大的精力了 那么有了这个解码的单个数字编码的函数之后呢 数组编码的这个解码就容易实现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得到了 首先我们new一整个数组 然后首先呢一开始呢 对这个数组编码的这个整个字符串 我们先对他进行解码一个单个的这个解码 这个单个的这个解码整数 解完这个整数之后加入到这个数组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整数再进行一次编码 进行编码了之后得到这个编码的长度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原来这个整形 这个数组的编码去掉这个单个数字的编码长度 得到后面的部分 就那么通过这个substrain之后 那就得到了后续这个若干个整 后续这个整形数组的其他数字编码的组合 然后再反复进行 大家去看了去理解 大家自己去可以理解这段这个函数的这个用意 应该不难 大家可以拿到代码之后自己可以试一试 上面实现的一个特点是将数字解码之后 我们再次编码 以便将数字的编码的字符串 从数组编码的字符串中删除 这样数组编码的字符串开头 就是下一个数字的这个编码字符串了 OK 大家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这道面试题呢 它的完整实现呢 会在我们会在后面的代码调试中给出 该题的算法虽然简单 但其实实现起来 它的细节还是比较繁琐的 特别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大家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把刚才我刚才讲到了这些代码都写出来 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看在45分钟和一个小时之内 大家能否比较努力的去完成 OK 这是第一道题 那么这一道题主要考察的是这个工程能力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讲的是整形数的乘法 但是比较特殊 在这个嵌入式的系统中呢 它的处理器是无法进行硬件的乘法运算的 因此我们需要完成一个函数 计算两个无符号的整数相乘后的结果 函数不能使用加法乘法 也不能使用加加和减减等操作 这涉及到那么减减操作 也就是说也做两个整形数的乘法 这个乘法既不能用加法来实现 其中也不能直接用乘法来乘法运算符 那么其中也不能用自加和自减操作运算符 那么大家看一下怎么去在这些限制的条件下 去实现相应的乘法操作 大家如果看过前面的这个面试算法 给它讲解的话 大家一定可以猜想出 有这种限制的情况下 一般把它转化成二进制来操作 就比较容易 那么这一道题呢 它其实算法不简单 同时实现起来也比较麻烦 不但考验这个你的这个算法设计能力 同时也非常考验这个工程的实现能力 我们看一下两个竖相乘 不用乘法的话 同时也不能 因为也不能实用加法 所以我们也不能通过多次的啊 这个数字自身相加来实现 由此我们要转到这个二进制的形态下 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理的突破口 我们假定两个二进制数相乘 大家看一下 111乘11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第一是1乘以111得到的是11 然后第二个1乘以11得到的也是111 只不过这个下面的111向左移了一位 那么大家注意到两个 这里看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个二进制数相乘 其实可以换算成两个二进制数相加 例如这个111乘以11 通过上面的运算 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相乘的结果就是两个二进制数 分别是前面加一个0 01111和这里后面加一个0 11110两个数相加的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用 不用加法实现这两个二进制数相加的话 那么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一大半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现 这个不用加法来实现二进制数的相加 OK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相加的时候 假定我们要先加这两位 第一个绿色的0和这个红色的1 这两位相加的时候 我们不用加法 怎么得到他们这个相加的结果呢 加法一般先从第一位开始 我们用二进制数来表示 当前正在相加的这个的一个二进制数 我们用一个二进制数来表示 当前正在相加的这个位数 如果当前相加的位 当前相加的位是第0位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相加的这个绿色的0和这个红色的1 就处于在第0位上 于是我们就用这个R等于0001来表示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R发现这个1在第0位 我们就知道当前相加的数在第0位 如果当前相加的数在第3位0123 那么就是第3位 那么最前面这个1和这个0的话 那么这个我们就用这个R等于0100来表示 大家注意看 因为这个012 那应该应该是用这个0 那么我们的R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如果是第3位0123 OK 那么如果是第3个位相加的话 那第3个位这是这个1和这个0相加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R的1000来表示 因为这个R的二进制松 这个1正好处在第3位上 我们通过检测这个R的1处于哪一位 我们就知道当前的运算是第几位 第几位的1和第几位的这个两个二进制位相加 OK 这是我们需要先说明的一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 当这两位相加的时候 我们用X来表示这个绿色的0 然后用Y来表示这个红色的1 所以X就等于0 Y就等于1 如果这个X和Y不同的话 那么它们相加的结果就是1了 不同的话就是一个是0一个是1 那么它们相加的结果肯定是1 如果两位相同的话 那么它们的结果相加是0 如果两个X和Y都是1的话 那么它们相加的结果是0 同时产生一个净位 这个净位我们用一个变量advance来表示 如果有净位advance我们就设置为1 如果没有就设置为0 那么怎么看X和Y是否相同呢 我们通过E或来实现 如果这个X和Y不同的话 那么E或之后这个B就得1 如果相同的话 那么这个B就得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X和Y不同时的处理 如果X和Y不同的话 它们相加的结果为1 那么这时候相加完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还需要看有没有净位 如果有净位的话 我们加上净位 那么这个相加后的结果就是0了 同时要产生一个净位 大家看到了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X和Y不同 那么它相加结果为1 那么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我要看前面有没有净位 如果有净位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净位给加上 那么有净位的话 这个净位的数值肯定是1 那么这个1加1就肯定是得0 得0的话又产生一个净位 因为1加1得0 那么得0同时要产生一个净位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如果这个B带0 也就是这个XY做异货了之后 得到的是大于0 也就是这两个数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 同时这个净位不等于0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B 那么也就是说净位不等于0 那么这个首先X和加Y 结果得1了之后 还要把这个净位给加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B就等于0了 那么如果同时呢 这个Advance仍然保持为1不变 因为我们这个B等于1 再加上净位了之后 这个Advance还会产生一个净位 所以这个Advance是1仍然保持不变 如果B是0的话 那就表示X和Y相同 如果他们同为0 而且没有净位 那么相加的结果就是0 对吧 如果有净位 那么他们相加的结果就为1 并且呢 OK 如果他们那么结果就为1 那么这样的话 同时这个净位 相加结果为1之后 那么这个净位 由于这里加了之后 净位就可以重新返回为0 反之呢 如果S和Y都是1 那么他们相加之后 这个该位 他们向X和Y对应的这个位 相加后得到的结果是0 同时还要产生一个净位 如果前面 如果相加前已经有净位的话 那么再加上这个净位之后 这个相加这一位就是1了 对吧 那么大家知道 如果SY都是1 那么他们相加之后 肯定就是0 但是这时候 同时产生一个净位 那么这时候是0 0的话 我们还要考虑 是不是在相加之前 就已经存在一个净位了 如果是存在一个净位的话 这个0还要加上这个净位 得到最后的结果就是1 那么这个逻辑描述起来就是这样 如果B等于等于0 就表明这个SY是相同的 然后判断一下 SY是相同的话 他们是同为0还是同为1 如果是同为1的话 并且有净位的话 那么这个X和Y相加之后 这个结果仍然等于1 如果没有净位的话 这个相加之后的结果是0 同时要产生一个净位 OK 大家看看 那么如果两个都是0的话 如果两个都是0 那么并且有净位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要把这个净位给加上 净位给加上的话 这个B就是1了 最后呢 这个净位由于放到这个B上 那么这个净位 净位原来是1的 现在我们要把它置为0 OK 这是这个XY 这两个位上的数值相同的时候 我们运算的结果 那么要注意呢 上面计算后的B呢 是这个XY 这两个数相加之后 对应位上的结果 我们要将B左移相应的位之后 才是正确的结果 例如这个XY 如果都处于第三位上 OK 这里面找了个0 如果都处于第三位上的话 那么我们通过上面的代码 这两个位向加之后 这个B的指数是1 由于这个X和Y 由于这个XY在这个二进制上 是它的净位是第三位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第三位 0 1 2 3 第三位R的第三位之1 反过来 我们通过判断这个E 在R的 这个R的第几位上 我们就可以得知 当前XY处于第几位 当前这个用来相加的XY Y这两个数处于二进制上的第几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辅助函数 ShiftR 得到R上这个E所处的位数 如果R是这个0 是这样子的话 0 0 0 1 0 0 0 那么这个E处于第三位的话 我们这个ShiftR反回的是3 于是我们需要把这个E 左于相应的位数之后 才能得到最后相加的结果 把上面的例子 100加000 结果就是这个10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100加000 那么结果得到的就是 仍然是100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X是这个E Y是这个0 X加Y之后得到的是E 那么这个E就是这个E B就等于E 那么同时 这个E要左移相应的位数 要左移三位 最后才能够得到对应的结果 对吧 得到E之后 我们要左移三位才能得到这个值 OK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目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不用加法实现两处相加 这里面的代码呢 就是把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算法逻辑 用代码实现了一遍 大家拿到具体的代码之后 可以自己尝试的去理解 结合我们这个里面的讲解 大家尝试的去理解一下这里面的代码 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通过自己实现了之后 实现完了之后 如果实现完了之后 再对应这里面的代码看一看 因为我这个代码肯定我未必写的是最好的 大家可以写完自己的代码之后 再对应于我这里面的代码 做一个相互的参照一下 ok 这里面是代码 整个我前面讲过的这个算法步骤的代码实现 ok 这一步都是这个代码实现 ok 这一步都是这个 这里面所的代码 都是用来实现这个两个二进次相加 如何不用加法乘法自加自减 去实现两个二进次 两个二进次数相加的这个算法逻辑 大家看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算法分支呢 在这里面我们都讲解过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对应着看一下 ok 有了上面的函数之后 我们要将这个两数相乘 就可以转化成一系列的对应的数 二进次数相加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七乘以七 转化成二进次之后是一二一乘一一一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 首先是一二一 然后第二个也是一一一 不过后面捕了一个零 然后第三个一乘以前面的三个一 不过它左移了两位四 后面又添了两个零 因此它其实就转化成了三个二进次数的相加 即111加11110再加11150 那么这三个数之和 我们做加法的时候 分别把这三个数压住对战 然后一次弹出站顶的两个元素 做完加法再把结果压住对战 反复这么做直到对战 最后只剩下一个数为止 假定对战的内容如下 那么我们先把前面这两个弹出来 然后把前面这两个弹出来的数相乘 相加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101110101 把这个数压入对战 然后最后再把这两个数弹出来 进行相加 相加的这个算法已经在前面实现过了 那么相加最后得到相加的结果 然后再压入对战 这时候对战只剩下一个元素了 那么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值 把这个值再转化成这个实进字的话 就是49 OK 那么我们上面的代码 就实现如下 首先我们有一个对战 OK 那么这一步呢 大家注意看 这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相乘转化成若干个 这样的二进字数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一步实际上就是转化成 这个前面我们讲的若干个 转化成这里面 把它相乘转化成若干个 这个二进向需要相加的二进之数 那么实现的逻辑也不难 大家注意看一下 然后实现转化了之后 再把这个数压到对战里面去 OK 再把这个数压到对战里面去 最后呢 再拿这个对战 弹出前两个 再弹出对战的前两个数 进行相加 相加完了之后 再压回到对战之中 那么每次压完了之后 再判断这个对战里面的元素 是否仍然大一滴 仍然大一滴的话 继续做这个相加的操作 OK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在这里面这个逻辑呢 我没有仔细的去详细的去描述 那么大家可以拿到代码 或者自己实现了之后 再结合这里面的逻辑描述 和对应的这个代码实现 去看一下 大家如果能够把这个 代码的实现 充分理解 能够理解成是这里面的逻辑 逻辑实现的话 那么大家才是 那么才等于大家真正理解了 这里这里 那才能等于大家理解了 这里面的算法步骤 所以这里面这个 代码逻辑跟具体的算法逻辑呢 其中还需要大家自己通过思考去打通 OK 这是这一节我们需要讲的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或者自己做完了之后 可以拿到我提供的代码 做一个参考 OK 这是这个我们面试中 也是经常常见的一个考点 就是考察我们的这个工程实现能力 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 将业务逻辑映射成这个算法逻辑的能力 那么这是工程能力呢 始终是算法面试的一个重要考点 OK 这是 所以这两道题的描述呢 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如何加强自己的这个工程上的实现能力 也就是写代码的能力 将这个业务逻辑转化成代码的能力 OK 欢迎大家来到扩定题森林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面的课程 谢谢大家